最近消息先来看到了杀死两名远警的嫌犯 林信吴在历经了八个多小时的讯问之后 稍早有警方送上了警车 将人送往台南地检署要来进行复讯 林信吴走出警局门口上警车 他全程低头戴着安全帽不发抑郁了 那面对媒体的提问 嫌犯其实相当镇静 他完全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就这样走上警车了 另外今天两位的殉职员警也进行了 长达七个小时的解剖 画面中你可以看到 他真的是全程不发抑郁 没有说任何话就上去了 那媒体怎么问他问题 他也都没有回答相当的冷静 这是刚刚稍早的最新画面 你可以看得到 另外刚才特别提到了 两名的殉职员警 今天也进行长达七个小时的解剖 包含了27岁曹瑞杰 他身中38刀 致命伤是在胸部 他有深度的刀伤 另外一名的圆警是36岁 他身中了17刀 最严重的是他的伤势 是在左边的颈动脉 他被切破了 颈静脉被切断 那另外呢 他的胸腔也被刺穿了 这是检察官 刚刚提供的最新资讯 也提供给您 那目前全台呢 总共有38名的死囚 都没有执行死刑嘛 法务部长蔡清祥 刚刚稍早召开记者会 他说该执行的都执行了 那为什么38个人没有执行呢 蔡清祥他说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接受 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因为这38个死囚 都有申请所谓的宪法审判 再审或是非常上诉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批准执行枪决 这番话也让法务部长蔡清祥 被外界炮轰他甩锅给司法院大法官 对此司法院有回应 司法院说 尊重行政机关权责 听出来吗 然后呢 然后没有然后啊 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法务部长跟司法院 其他两个推来推去 然后没有要执行死刑 好 提供给您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